就是因為我之前拜到無天神佛 因為一些家人的緣故 所以我信了耶穌 我決志信耶穌 找了牧師幫我把所謂的佛牌全部劈除 我都很有心機去信法教會 直到同教小組的人鬧了 我就開始不信主耶穌 就覺得耶穌是假的 覺得祂是幫不了我的 我就不信 之後就走了去 連祈禱都不奇了 然後突然之間 晚上發生了一些事 就是驚恐 很害怕的 在無意識之中突然之間驚恐 然後我就沒有理會 因為我照常都上班 所以我繼續上班 然後時間在15天左右又來多次 然後我自己就很害怕 因為他又怕多次 但之後我都可以上班 我又沒有理會 直到突然之間有一天我看到一個天空 很難 感覺到樹木很濃 突然之間我聽到一把聲音 是耶穌跟我說 叫我回到他身邊 之後我就覺得 我應該不要生氣那些人 然後繼續信耶穌 我就回到耶穌的身邊 回到耶穌身邊的時候 這些怪事依然都沒有停止 還嚴重了 還密了 我才醒起 我未信主之前 我有那些所謂的陰陽眼 我看到那些東西 每一年他都會搞妖我 他一搞我我就去擺 很快就會止停 當我信了耶穌基督之後 那些邪靈也有搞妖我 但是他這次是很嚴重的攻擊 令到我的心跳得很快 之後就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然後有一股東西就入了腦 令到我兩隻耳好像耳鳴 好像沒有了我自我 好像快要瘋 但沒多久又會變回正常 那越來越頻密 那我開始發覺是一個問題 那我就去跟其中一個朋友說 是我的客人來的 那他就給了那個電話 叫我去找耶穌師 那很快耶穌師就馬上回覆我的朋友 那我就來了這裡去做釋放和驅斜 那他當初做的時候 我是很激動的 因為我很多東西都都拆了出來 由我小到大 想到我所犯的過錯 我的罪 去祈禱 一直都覺得自己很害怕 還有很寂寞的感覺 令到我犯了很多錯 幸好經過祈禱之後 感覺到耶穌是很愛我們的 耶穌是很… 對我們是很牧羊 那一刻我們釋放了 還有耶穌呢 祂很陰典 令到我可以聽到祂的聲音 隨便可以跟祂交談 我跟祂一問一答 我感覺到是一種牧羊的感覺 是很快的回應 例如我跟耶穌說 主啊祂在這裡嗎 祂會挖載 你會不會陪我來 祂說一定會 即每一次 就算我什麼時間都好 我問他在這裡 祂都會挖載 所以我知道耶穌一直都是 與我們同在 他也有跟我說 其實他是很想跟所有人都聊天 只不過是那些人 不肯打開個心去跟祂聊天 那這次這個祈禱 令到我認識了自己內心的問題 釋放了 一開始就有個心緊張 之後慢慢一路鬆一路鬆一路鬆 感覺到個人很輕散 還有知道神的造工是很偉大 還有祂有祂的時序 一開始很急的 未找到這裡之前 好像別人的病急亂就醫 到處問到處去 甚至乎我不小心進去邪教的地方 嚇到我很害怕 幸好我都走到 所以借著這次這個經歷之後 我真的很感謝神那種同在 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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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ご視聴